细节出卖了你的教养 我们一起来听 前几天在饭店吃饭 看到耐人寻味的一幕 有位客人着装光鲜时髦 在饭店里尤为显眼 他吃完饭后 从包里拿出了一根香烟 点上 不一会儿烟雾开始弥漫 但他对周围人投来的不满的眼光 却毫无顾忌 他走后不久 相同的座位上又来了一位客人 着装朴素 气质斯文 与上一位迥然不同 这位客人只是静静地吃东西 临走前将桌子上的杯子 盘子 饭与垃圾都归拢起来 虽然饭店并没有要求顾客 自己来收拾桌子 但从细节上来看 两个人的教养 立判高下 有人说 教养就像血管一样 可以盘根错节地生长在一个人的血肉之躯的最深处 与人不可分割 一个人有没有教养和年龄贫富无关 教养根治于人的内心 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优雅与高贵 一个人的教养 往往藏在每一个细节里 在你的举手投足之间 一位作家讲过一段亲身的经历 有一次他上厕所 一个仪表堂堂的青年跑过来 站在后面大声地说 你不是陈老师 我要跟你照个相 作家回忆道 我当时非常尴尬 因为我正在方便 出厕所 那位小伙早已准备好了相机 把作家像人质一样 夹住 不由分说地就拍照 生活中 有些人仅仅把有教养理解为 干净的仪容 得体的穿着 数不知 自己的教养 被一些为人处事上的小细节给出卖了 真正有教养的人 不会只顾满足自己的喜好 而是会把别人放在心上 会充分考虑并尊重身边人的感受 会将心比心换位思考 与这样人相处 我们会感到非常的舒服 也会暗暗佩服他们 在细节处的体贴与周到 对这样一个故事印象很深刻 有人见一位盲人打着灯笼 便询问缘由 盲人说 我听说天黑以后 世人都跟我一样 什么都看不见 所以我才点灯 为他们照亮道路 那人说 原来你是为了众人才点灯啊 很有善心 盲人说 其实我也是为自己点灯 因为点了灯 在黑夜里 别人才能看见我 就不会撞到我 一盏灯 方便了他人 也照亮了自己 做人何尝不是如此 在细节处 多下一点功夫 多一份心 并不是做无用功 而是向世界多输出了一点暖意 比如 对帮助你的服务生 说声谢谢 听别人说话的时候 眼光不要犹豫 递刀具给别人 要记住递刀柄那一段 乘电梯时 为后面进来的人 按住开门键 让其他人安全进入 坐地铁公交时 别靠在树立的扶手上 让别人有可服的地方 不闯红灯 过马路时 走斑马线 有教养的人 眼里有光 心里有爱 他们心怀谦逊与善良 懂得给别人温暖 让自己坦然 在人生路上 自然会走得更远更稳 古话说 人品做到极处 无有他意 只是本人 真正的教养 绝非哗众取宠 而是一种 融在骨子里的本能 体现在日常生活的 一点一滴上 总能在不经意间 让人动容 为人处事 在追求外表 优雅与风度的时候 也请不要忘记 存有一份 细节的温度 我会讨论 我会讨论 你会讨论